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是陶樂斯 我現在人呢在大溪的蜜月灣 然後因為其實今天是 10月8號 禮拜五然後呢 10月6號禮拜三的時候 就是我跟堂堂 Sandy他們我們有約 就是本來要一整天的行程 早上去衝開燈浪 然後下午就是去探岩 然後晚上去爬山 但發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最後我們就只有 衝完早浪這樣子 然後呢禮拜三那天我跟堂堂 我們去下雙屍的時候啊 那個影片等一下後面播給大家看 那天的浪我覺得是有點害怕 因為我第一次 就是用短板去衝 這種秋冬的浪 因為陶樂斯目前浪臨大概 快三年吧 然後我第一年那時候都是用練習版 然後第二年開始就是我在做 YouTube頻道的時候呢 我才開始就是換硬的放Ball這樣子 對然後呢 我今年就是春天的時候 剛開始正式的想要用短板衝 但你知道剛衝沒兩個月 就遇到疫情 然後這下現在就馬上就是夏天的尾巴就入球 所以其實陶樂斯呢已經 雖然看起來好像衝了兩三年 但短板我是一個非常新新手 對所以呢我前兩天在雙屍那邊下浪的時候 其實有點害怕 然後我那天架著GoPro這樣出去的時候 我真的是有一種 我要顧人顧完又顧GoPro 所以我決定今天呢 就是等一下下去衝的時候 我就先不要帶GoPro下去 然後呢也要順便就是呼籲一下大家 就是每逢秋冬啊 尤其我們宜蘭啊 新北這邊一直到台東的這個 銀東北風的這整面的浪點呢 就是浪通常就是會比較大流比較強 對所以建議建議大家每年冬天就是都換一條新的腳繩 我們剛剛也是又一人買了一條 然後原本的腳繩你就可以留著夏天UV用 然後也是呼籲一下大家 因為像我們每一次都是四個人一起來衝浪嘛 第一個人要下去的人就會說 欸他準備先下囉 然後讓其他人知道有人已經在下了 那或者是陶樂斯每次玩到中間 我就會跟看我最近的一個朋友說 欸我上岸休息一下 就讓所有你們同群的人知道說 喔現在誰要暫時上去 然後誰現在在海上 就是實時注意是不是同團的人 是不是都是還安全的狀況 對啊畢竟我們衝浪這個東西 他也算是一種極限運動 然後海上又是變化萬千 然後就很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再有遺憾的事發生了 然後剛好呢就是這邊有一個 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他這個接續繩你看這邊 已經是有一點磨到 這種就可以準備換了 我記得我四月份去台東換宿的時候 然後呢我有一次下金樽 然後那一次可能錢太多沒錢 我被捲或幹嘛 然後我的這個結勒 他原本前面還有留在一個 一兩公分的這個喔 然後我那天沖山 他已經整個結已經移到頂這邊 他幾乎快要鬆開了 我覺得是一個蠻危險的事情 所以提醒大家下水前就是再三的檢查 你的接續繩是不是OK 然後你的腳繩是不是就是很OK的狀況 今天我們約了 我們有四個人一起約說 早上來求那 然後下午要去派一盆 玩到茶 對這個超Hard Call的行程 對 但是因為有一些因素就是 現在變成只有兩頭 對但是我也好就好準備要消失了 對啊想上來感受一下 你現在水蠻涼的 要看一下 在了白花亭 好可怕 這毛要再出去一點 他幾乎帥到我的位置 好可怕 轉板現在不穩了 好可怕 轉板現在不穩了 你會看 好可怕 好可怕 滑不動 往那邊 好帥喔 好帥喔 你知道嗎 好帥喔 你看到 好帥喔 可是這個環節不動 我連續被三道炸回來就會暗擋了 好,Round 2 我們從那邊拉 比較拉比較遠 因為這邊一直走 我覺得出去就輕鬆了 對,對,輕鬆了 我們要保佑體力,還有兩場 還有拍岩跟髮型 然後拍會不會美麗 阿英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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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家 掰掰